大家好 美国的自由亚洲电视台报道 美国情报官室友号在国会众院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情报界评估 中国有坚定的决心想把台湾置于控制下 但并不想在台湾上发生军事冲突 媒体引述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的说法 他们的评估是中国不想发动战争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他说俄乌战争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对美国及盟友对乌克兰支持感到警醒 但伯恩斯也表示 这绝不低估当前中国领导层实现统一台湾的野心或决心 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及国家安全局局长 日裔陆军上将宗征根 他在听证会上警告 习近平政府在技术竞争方面已经缩小了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海恩斯引用了拜登总统多次表示美国将对抗中国攻击的言论 来回应议员提出的美国是否要放弃对台模糊立场的问题 他强调根据总统的言论中国明确知道美国立场是什么 他警告说如果战争爆发将会发生巨大经济影响 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生产会受到弱 今天美国的新闻周刊 他发文说中国最近大量建造滚装船 此举可能与武统饭台有关 因滚装船可以弥补解放军攻台期间海军运输能力的不足 文章分析中国近期大量建造滚装船 滚装船可以将汽车卡车巴士拖车运送至离岸地点 随需求成长滚装船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电动车 运载世界各地的重要的载具 而中方战略人员已经考虑在攻台时利用中国建造这些滚装船 滚装船通常不具杀伤力 但是中国军事规划者已注意到这种民用船只的两用性 并利用这些船来增强解放军的战斗 台湾方面赖清德在上午召开国家希望工程记者会 被问及中国逼台商表态 特别是郭台铭 他的鸿海旗下的富士康被查 赖清德表示 呼吁中国要爱护珍惜台商 台商到中国投资 帮助中国经济推升 产业发展 也创造工作机会 让中国社会能够安定 对中国贡献很大 这是水帮与鱼帮水 双赢的局面 中国不必选举的时候 就对台商施加压力 要求台商表态 甚至直接支持他们设定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是两败俱伤的说法 台商受到无辜的波及 会失去对中国的信心 一旦台商担心害怕 失去对中国的信任 逐步移往其他国家另立生产据点 这对中国是一种损失 他要呼吁中国尊重台湾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 以及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总统立委大选 要尊重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 选出最适当理想的总统 由总统组织负责任的团队 推动国家社会进步 中国应该把头抬起来看 国共内战的历史已经结束 赖清德认为 两岸应该由过去敌对 对战对抗的年代 走向对等尊严对话交流的时代 创造双赢 赖清德表示 对不起我笑了 双赢 绝对不能让你赢 你记住赖清德 你赢了就是分裂中国 赖清德表示 他已经多次公开表达 向台湾人民承诺 也告诉国际社会 包括中国在内 他的使命就是维持现状 稳定台海发展 及印太和平 只要对等尊严 未来我沟通交流的门 永远都是敞开的 中国应该站在两岸人民的福祉上 改变过去 直到现在损人不利己的做法 赖清德讲话真是很有一套 给人洗脑分分钟 但是对我们无效 我是火眼睛睛 三打白骨精 白骨精能骗唐僧 能骗猪八戒 能骗沙和尚 骗不了孙悟空 孙悟空看妖魔鬼怪 看了太多了 你扒掉你底裤 你变来变去 你不就一具骷髅吗 一具白骨吗 化成人形 现在又要求和平了 目的是什么 不要吃唐僧肉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是要做朋友 你是要吃唐僧肉 邪恶 邪恶 台湾媒体现在说 中国打压调查 郭台铭 鸿海集团的富士康 说是影响台湾的选举 这个我就觉得逻辑上不通 首先中国对台湾选举能不能影响 通过打压富士康 打压郭台铭的企业 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台湾选举不是内定的吗 都是亲美的吗 四个人嘛 对吧 你看这个郭台铭 赖清德 侯友宜 对吧 还有一个柯文哲 四个人 四个人全是亲美的 谁都到美国去了 就你觉得这个大选 它能影响吗 能影响什么结果 中国影响台湾大选 四个made in USA 我他妈影响谁 最后结果都是made in USA 我影响他干嘛呢 不合乎逻辑 中国又没傻到这种程度 没有一个是亲中的 没有一个是什么 要改善两岸关系的 真的和共产党来谈 什么和平统一的 没有啊 那国民党都不跟你谈和平统一 那后一字一不讲了吗 绝对不会统一 对吧 主要跟中国干到底 就中国也没傻到这种程度吧 就你四个候选人 全是美国选 说白了都是暗箱操作 又整他妈什么民主 挂了羊头卖狗肉 你都是假民主 然后再说 中国影响你民主选举 影响个毛啊 你四个挫子怎么扒出来 不都是 不是都是那个样子吗 换谁不就换汤不换药吗 不都是亲美反中吗 有啥区别吗 台独和独台的区别 有什么结果 没有啊 中国影响你这选举干嘛呢 你换谁 你看看这四个人 你换谁 换谁有啥区别 毛区别都没有啊 全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全是美国棋子 那我换啥呀 换什么呀换呢 我还影响你选举 不笑话吗 那美国才是真正影响台湾选举的 所以我说台湾的选举是假民主 换汤不换药 选四个人 出来表演一下 就叫民主了 都不反美 都不反美 不反美能叫民主吗 我再说一遍 台湾人听懂没有 都不反美 那能叫民主吗 那叫民主吗 连反美都没有 叫民主啊 你不笑话吗 不就美国殖民地吗 你敢反美吗 你们敢反美吗 不敢回答了吧 不能回答 什么叫民主啊 这是表演 什么民主啊 就这种情况下 我中国有有有必要 我影响你大选吗 结果吗 啊 我我那四个 我选谁上台 你觉得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啊 我他妈影响你干嘛呢 赖清德能听懂吗 听懂人话吗 就你们玩那些操作 中国人大陆人看得太清楚了 假民主 吹什么牛逼啊 他妈自由民主 他妈台湾人自己选 选他妈啥啊 连反美都不敢反 赖清德你他妈敢 你敢骂一句美国人吗 对 你两千三百人决定自己命运 但是你不能 你就不能骂美国 你就不能说美国不好 对吧 决定自己命运 啊 你们得决定自己命运 太他妈搞笑啊 就这他妈小岛上的选举 他妈过家家吗 在这玩的 什么他妈什么他妈民主啊 你可变埋他民主两个字了 中国就这选举 中国有必要干预吗 啊 有必要干预吗 这不这不傻逼吗 干预他 四个人换汤不换药 四个都是人家美国的小卒子 我他妈 哎 我这四个我影响谁 他们有啥区别啊 回来不都美国控制吗 傻逼才干预这种傻逼选举的 这就叫傻逼选举 台湾选举就叫傻逼选举 一群傻逼选出一个大傻逼 现在美国选出四个傻逼 四个傻逼 四个大傻逼 由台湾那些傻逼选出四个大傻逼 最后选出一个最大的傻逼 中国说了 是不是 赖清德说了 中国影响台湾选举 影响我们选傻逼 影响你们选傻逼 是不是 中国人想 都是傻逼 我影响他干嘛呢 对不对 都是傻逼 我还影响他干嘛呢 我没必要介入啊 你们选嘛 选出一个傻逼嘛 反正都听美国话 那个傻逼 傻逼选举 我们还影响他干嘛呢 就这个傻逼选举 我们影响他干嘛呢 说的有点直 话操 理不操 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就你这个选举啊 说白 连美国都不反 选什么呀 选的 什么他叫民主啊 你们见没见过民主选举啥样啊 你们见没见过 没见过吧 就反中反共 就会这点 不敢翻美 没有啥选举 没有 台湾没有未来 你记住我这句话 台湾没有未来 没有民主 这都不叫民主 一群傻逼选举个大傻 那最后啊 这个中国不愿意参与四个傻逼的游戏 就台湾选举嘛 四个大傻逼的游戏 是不愿意参与 那美国现在又说呢 中国不愿意统一台湾 中国方面不愿意 和美军在台湾发生战争 这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说的 情报局长向国会作证 咱们啊 可以相信 情报局长说的都是实话 因为他如果说假话的话 美国人民饶不了他 绝对不能说假话 那美国的这个将军呢 又说 中国准备武统台湾 中国做好了武统的准备 让台湾呢 做好开战的准备 这个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个 美国啊 两边话都讲了 而且都向国会作证了 一个是情报首长说 中国不愿意和台湾和美国开战 一个呢 是美国的将军说 作证 哎呀 中国准备武统了 就是我想问问美国人啊 就美国国会都是向你宣誓 两个结果是相反的 那美国人按照逻辑说 肯定有一方说假话了 这逻辑上不是什么 一个说往左 一个说往右 然后都向你宣誓了 都说自己说的是对的 说假话天打无力宏 逻辑上说肯定有人说假话了 同一件事是吧 一个往左 一个往右 一个说打 一个说绝对不能打 哪个是真的呀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你看 四个大傻逼 中国不愿参与 这种假民主 中国是不会参与的 参与他干嘛呢 我赢钱你干嘛呢 最后武统不就完了吗 对吧 一次性解决不就完了吗 第二问题就是美国国会这个作证 到底谁他妈说的是真话呢 像美国人自己啊 台湾人自己也想一想 那中国现在呢 最有意思的就是中国不愿意武统 不愿意和美国发生战争 中国不愿意和美国发生战争 但中国现在做着什么 做着军演的准备 做着武统台湾的准备 一个不愿意发生战争 这么一个政治实体 在做着武统的准备 那是哪一些外力因素 让一个不愿意发生 和美国发生战争的这个民族 或者叫这些人民 奋勇站出来 就知道发生战争 会受到损害还准备战争 一定是有个外力 大家想一定是有外力 是哪一个外力 是哪一个混蛋的种族 混蛋的国家 对中国释放了一种压力 我不想点名 为什么中国 明知道这个战争对自己不利 还是要准备这个战争 明知道大家都不想发生战争 中国的官方 中国的军方都不愿意 美军在台海开战 还是在准备着战争 我想请美国人解释一下 为什么 美国能解释为什么吗 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 美国人也不能解释 美国说的很多话 他没有一句是真的 当着上帝面 他也可以欺骗你 这就我之前一直给大家的逻辑 因为这个说谎话的人 这个美国 他左右着台海 中国是被动的 美国今天说往左 明天可以说往右 中国绝对不能相信美国 这就是中国准备武统的原因 美国在台湾方向没有实话 美国只有自己的利益 中国不可能按照你美国 现在给中国的保证 做未来的预判 中国明知道和美国发生战争 对中国不利 对美国也不利 不希望发生战争 包括中国的高层也知道 发生战争代价巨大 但中国还是要做战争准备 要做武统的准备 大家按逻辑上想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么做 就是对美国的不信任 对那个所谓的人类的灯塔 上帝的种族 美利坚合众国的不信任 对每天拿着圣经 他妈在那天天发誓 这帮人的不信任 每天他妈撒谎 欺骗世界 就这么一个种族 统治人类 怎么可笑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悲哀 绝对是人类的悲哀 长久不了 你记住昂鲁萨克逊长久不了 我今天就说这些 好好想想为什么 最简单一个逻辑 今天讲的有点多 台湾大选 中国没必要参与 四个傻逼 最后选出个大傻逼 听美国人话的大傻逼 中国参与他干嘛 四个都是傻逼 我支持哪个傻逼 自己不成最大的傻逼 不会参与的 你们台湾慢慢玩 四个傻逼你们慢慢选 选出最后一个大傻逼 看看 看看未来 看看未来的结果 你们自娱自乐就好 玩玩自己的民主 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 武统台湾 中国做着准备 就是中国现在一直在做的 没有别的结果 不会信任 不会信任美国 美国 我觉得他这个情报 做的也是真实 中国高层当然知道 战争意味着什么 但是中国还是要做 武统的准备 背后的逻辑 我一再再讲 中国绝对不能相信美国的 不会那么幼稚 相信你美国说的一切 也说明什么 说明台湾实际上 被美国控制 被昂鲁萨迅劫持 所以中国只能做 最后战争的准备 这就是台海现状 真的中国人 看懂台海现状 最后只能支持武统台湾 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的无奈 但是中国这代人 做好了准备 收复台湾